功夫大师们豆腐上转转 大力金刚只转转 豆腐完好无顺 大家好,我是狗特小兰 寸拳转转风波继续发酵 寸拳转转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 普通的寸拳转转只能是必备技能 在豆腐上转转才是真高手 有时候从来都不怀疑别人是假的 只认为自己的功夫不到价 买块豆腐要亲自实验一下 就算挑战失败,豆腐还能吃 没什么损失 在网上各种切砖视频 如寸拳转转,悬空转转 各种神操作让人羡慕不已 他们的转转水平可以说 已经达到了天皇板的级别 就一些功夫高手喜欢挑战 为了增加自己的功力 证明自己的实力道理有多强 各路江湖高手脑洞大开 竟然在豆腐上寸拳断转 大师们把砖头放在豆腐上一批 或者说用几个手指头一拍 砖都断了,而豆腐却完好无水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几位功夫大师的真正实力 直接这位女侠,先运气后发力 讲下去,砖头飞为两半 豆腐却完好无水 这真是天网有天,人网有人 更狠呢,还在后面呢 一个比一个狠 大哥直接来两块,谁不服可以来试一下 习晓,旧人喜欢踢管 你打两块砖,我就干三块 并且还用豆腐把砖分开 寸拳在豆腐上断砖 已经被这些大师妹玩到了顶砖 铁臂大侠只能另辟接近 用自己独有的大零金刚子 在豆腐上断砖 必须声明一点 不能用道具砖,要用真砖 但是咱们不能用道具啊 不能用假砖 之后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中华传统武术大的金刚子 我还要留着吃,能浪费 难度非常大 我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打不断,豆腐就废了 不要,比划 这也难 看着啊,砖,直接 该冲哪里冲哪里啊 豆腐上断砖,到底是不是真的 让很多人产生质疑 愣上究竟游生,被网友们称为最不会造假的人 买了一块豆腐,要自己亲自实验一下 兄弟问我,能不能够在豆腐上我抓打断 我也不知道 比如说我专门买了个豆腐 来亲自来试一下 这个豆腐那我就不拆了 因为这个豆腐待会拍完视频我还要吃的 从开始,游生批砖也批不开 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加上网友们的建议 必须妖马合一,气韵淡甜 以迅雷不及压耳之势 快速的击打防不生防的砖头 才能将砖头一分为二 自己不懈的努力 现在批砖头对于他来说那是手刀前来 他认为批砖头是技巧与实力的结合 干就干,豆腐已经准备好 他就不拆开了 因为批完砖以后,他还要吃呢 准备了一块水泥砖,一块红砖 他现在用水泥砖试一下 我现在这个水泥砖给大家试一下嘛 大家看这个水泥砖是真的啊 要先放在上面啊 我也不定能够洗,那时候可以试一下 哇,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豆腐连两块装的重量都经不起 这个豆腐连两块装的重量都不怎么经不起 怎么批的 来,我试一下啊 把豆腐都整变了 打下去,直接把豆腐都整免了 也可能是砖太硬了 现在换红砖试一下 换来试一下,红砖 等一下啊,换个面,用红砖 红砖,因为红砖的话 可能比水泥砖要稍微薄的好一点 哇,这豆腐都进不起了嘛,我靠 哎,不行了,不行了 这个豆腐连这两块装的重量都进不起 这怎么批嘛 这两个装起嘛,也得有10斤重嘛 我靠,连两块装的重量都支撑不起 用手批根本就是不可能 那只能抄家伙试一试了 用手批是不行的,豆腐进不起那个重量 看,用锤子试一下 锤子是可以,但是豆腐进不起 看来豆腐长断砖,是真是假 还有在检验 网友认为,豆腐也非为老豆腐和内豆腐 有时候用的豆腐比这些大师们用的内一些 不过一块砖就得五斤多 两块砖加在一起,应该可以把豆腐都压烂了 这还怎么打 各位大佬对于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两条内 谢谢,我们下期见